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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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了沒呀 歐寶跟吉普要來台灣有興趣嗎 觀察一下好了 唉要買的車太多了 我比較想買黃冠好不好 昨天半夜在那邊看那個 現在那個Youtube有日本的那個黃冠的日本當地的那個測試 一系列 片長好長喔 三四十分鐘 就在介紹他們的黃冠的那個影片 我在那邊看越看越燒 那個旅行車不知道會不會來 旅行車來我就把保時捷退掉 好不好說到做到 黃冠旅行車如果來 support那台有沒有 2.4渦輪增壓 那台如果來我們就把保時捷退掉 clown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會進耶 不是他會進我覺得不一定會進support那一款 通常support都不太會進來的感覺 真的啦 有我就買了 如果他來的時候我的太肯還沒有到有沒有 我就買那台 2.4渦輪增壓 他很可惜啊 只有配六速的手自排 他價格再怎麼樣應該都比保時捷清明吧 對不對 希望會進2.4渦輪加油電 不是啊他就兩款啊 2.4自然進氣渦輪的 還有油電2.5的啊 依照我這個讀日本字有限的那個認知 跟漢字平平臭臭 好像是有這兩種 買新車的時候 舊車給經銷商他們估還是找車商估比較好 經銷商連舊車也會賺一筆嘛 應該是會啦 多多少少嘛 這習慣嘛 人家幫我們介紹估車我們留個紅包 總是有機會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因為以前我剛剛出道出來在跑這個二手車 在做採購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跑新車公司啊 因為那個時候所有的新車公司都還沒有所謂的 中古車部嘛 你像我那時候其實我是主要我是跑TOYOTA的 TOYOTA跟SUZUKI我 我想主要跑這兩間嘛 剩下都零零星星的 偶爾有一些福特啊 三菱啊 但是我們都是從新車公司 新車公司只要有客人 去跟他們買新車 然後說欸你有舊車要處理 我們如果跟他感情夠好的話 我們好得夠勤 好人好相處他就會找我們 然後去幫客戶估舊車 那我們習慣性就是 一定中間要留一個小紅包給人家 那有的比較貪心他會要大包一點 對不對他如果覺得這個客人 因為業務對客戶有掌握度嘛 畢竟他們有洽談新車的過程 他就給我們一些這個資訊啊 比如說欸這客戶還沒有估過 比如說這個客戶人很好 比如說這個客戶我可以掌握 你舊車可以估低一點 包大包一點給我等等等等 那以前我們就是 從這個地方來買二手車 收購二手車進來 那慢慢的慢慢的現在越來越多的經銷商 有自己的中古車部 然後甚至有一些他可能也有簽約給一些固定的中古車行 所以說這個慢慢就比較少他們會有規定 有硬性的規定說你一定要給我們這個中古車部的估 那他們可能估車就是只有留個業績啦 或留個小獎金 如果給自己人估的話 但是有時候如果說他們自己估 其實業務也是這樣 他也是要促成新車成交為主嘛 萬一自己的中古車部估的不夠高 客人不爽對不對 客人說外面隨便估都比你們高 那他們也有可能偷偷的找外面的估啦 這個應該都還是有存在的 你自己斟酌啦 是不是要給他們估 因為有時候如果說這個他為了促成成交 有時候不拿紅包也有可能 不太一定 真的不太一定 只是要說就是 坦白說價錢差一點的機率比較高啦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那除非他真的找到很強的車商也有可能 可是我覺得很強的車商他也是想買便宜 所以這很難講啦 我也想買便宜啊 可以的話我也想買便宜啊 對不對 大家都想買便宜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做生意的難處嘛 你便宜不一定買得到 買得到不一定便宜 這就很難講 大家都知道我有出書對不對 這是一個老舊的故事 七八我大概六七年前吧 出書的嘛 講到汽車工會那種東西 我笑笑 人家說真的啦 我也不要講哪個縣市啦 好不好 當初我出了這本 那本什麼二手車 中古車購買證金 那他們不是會有一些序啊 或是有一些那個他們很喜歡 出版社很喜歡說 誰誰誰推薦 有沒有 我就去找了一些這個 汽車相關的這個工會會長啊 什麼之類的有沒有 可不可以用你的 借用你的名字 書 先送書去給他們看嘛 對不對 然後說可不可以在這個封底啊 寫上這個封面啊 寫上說某某某某工會 這個會長推薦啊 理事長推薦啊 有沒有 我書上面就有寫 那某一個縣市的 那個理事長就說 小事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給你推薦 為什麼 沒有啊 因為你裡面寫這些那麼多案例有沒有 還是這裡面你騙人 你寫的一些騙人這個 我們有一些會員 可能他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如果幫你推薦這個書 是不是對不起我的會員 大概就這樣 我也是笑笑啊 我也是笑一笑啊 你知道我其實我一直以來對一些什麼 我跟大家講啦 我就分享過什麼聯盟啊 什麼那我都沒什麼興趣啦 那我就講了 我要加個聯盟不是很快 對不對 順風順水的 反正聯盟有在打廣告 真的啊 我今天有一天晚上想不去 我就隨便找聯盟去加了 就聯盟有保固喔 我們就照這個白紙黑字喔 跟小事買車喔 小事有聯盟了喔 那個保固出去就是 你自己去跟聯盟的這個 修理廠保養廠 你們自己去喬 反正我車賣出去了 我就把你推給聯盟保修了啊 沒問題啊 比如說嘛 不是很爽的嗎 我當初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今天你身為一個理事長 你不是為了要讓二手車更正向 讓這個一般的消費者覺得更透明 對不對 你是在那邊擔心說 你的會員做壞事 會不會被發現 很奇怪嗎 不是很奇怪嗎 當然啦 公會本來就是為會員著想的啊 他絕對也不是為消費者著想 也是蠻合情合理的啊 只是這個對我來講 我心裡我就 筆記本我就畫上一筆記號了嘛 對不對 RX油電2.0T 哪個CP值高 這沒有一定的答案呢 這就是看你自己喔 你一年大概開幾公里 你的油錢的損耗 那你自己去計算 那你一台車你要開多久 你如果要算金一點就是這樣嘛 新車價各式多少錢 然後你一年你預計大概會跑幾公里 然後一般我假設嘛 油電車我們假設我們抓大概10萬公里 你要有個大電池的更換的費用 好那大電池的錢也要算進去 你自己去算說這個CP值 對你而言高不高 車的CP值沒有固定的 他是要對應到每個人身上的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去計算一下好不好 改閥門圍桶會後悔嗎 聲音難聽之類的 這個很難講耶 你可能喔 你去改那個圍桶的時候 你可能要讓店家看他們有沒有 曾經施工過的一個樣本 讓你聽一下 讓你聽一下 比較不會後悔 因為這很難講 這個每個施工店家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會去買什麼蝎子館對不對 什麼超級春天館 remouse 為什麼會去買一些什麼四本改 還有那個market圍桶 為什麼有些人會去買這種 大品牌的圍桶 因為他的聲音是知道的對不對 我直接買一定沒問題 可是現在很多外面是手工燒 像我們之前影片有很多就是 都是去外面的店家手工燒 那那個如果 除非是我們已經跟他配合很久 我已經知道他的手路好 不好嘛 我們就給他做 可是你如果是不認識店家的狀況之下 你沒他們有一些樣本給你 你會不知道他做出來什麼聲音 而且他的樣品的車款 跟你的車款一不一樣對不對 也很重要 他說我燒過法拉利聲音給你聽看看 很尖的聲音 結果你的車是march 改出來 怎麼跟你給我看的樣本聲音不一樣 也不行啊 對不對 地保被賓士所賠的事情怎麼看 這個其實蠻兩極的 地保的事情其實蠻兩極的 很多人會因為這個地保的這個事件 我們就說夭壽啊你這樣 海企業出走 以後 對不對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以後我們是不是都要被原廠敲詐 我們只能去買原廠 整個要死的大廠 不用入口夭壽的 我們那麼好的一個台灣的工業 對不對 揚言要去大陸了 怎麼樣怎麼樣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其實每一個車廠的專利啊 他有專利報告書 所以你如果今天你是一個開發車燈的一個 其實每一個改裝品都一樣啦 他們會有這個專利報告書 那你正常來講 你要去開發這個車燈 你應該要去研究 你不能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九十的去 雷同的去製造嘛 你可以去散你知道嗎 你要有一個團隊 你要有一個專利團隊 或者是專門的專利公司 去幫你研究 比如說你想要做賓士的哪一個車燈 他有他的專利報告書 那你要去研究說哪一些是重點 那你要散過 散過那些重點 你是可以做出來 類似然後把這些專利閃掉 賣而不會被告 不會被告侵權 他有那個報告書 你又做的一模一樣 真的沒辦法啊 車燈今天不是只有地保在做啊 有很多今天都在做車燈啊 對不對 你要去看閃不閃的掉 那我相信自己覺得啦 站在賓士的立場 他也知道說 一定會有人做這個東西 講難聽一點台灣沒做 別的地方也會做 別的地方也會做啊 他沒有去閃呢 還是他沒有閃過 還是他被尿 這個我不曉得 但據我所知就是 並不是說這麼的指說 你就不能做我可以用的東西 好像也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其他這個 做車燈的廠商沒有被 沒有被告咧 為什麼別人沒有被告 你照這個道理來講 如果你要說賓士 挑軟四十打 好像也不太對 你不能因為說比如說這樣子好了 周杰倫專輯賣太貴 對不對 我來聽小師唱周杰倫的歌 雖然歌是周杰倫寫 可是周杰倫專輯賣太貴了啊 我來買小師唱周杰倫的歌啊 譬如說嘛 裡面專輯十首我都一樣 對不對 甚至裡面我改幾個字而已 然後結果我被周杰倫告了 然後大家就說幹周杰倫有夠黑的啦 媽的一張專輯啊 賣那麼貴啦 對不對那我們消費者我們想要聽便宜一點的啊 對不對 我聽小師唱的啊 小師一張專輯賣八十塊而已啊 對吧 你這樣你就告小師這樣怎麼對 對不對 真的消費者 你這樣子是不是揚言小師要出走了 所以其實這樣也有點奇怪 只是說我覺得現在很多的新聞事件 就是會有風向這種東西 可是你認真講有時候 這事情沒有一定說對 或者是不對嘛 不對就有人講侵權是真的有侵權啊 對不對 大家現在對於這種創作者意識越來越抬頭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大家也不用被那個新聞去帶 好像賓士很怎樣 或者是好像地堡很怎樣 其實我覺得這是他們的專業 他們自己去研究 至於也許他有迴避的也不一定 我也不曉得 反正就是這樣好不好 周杰倫專輯太貴買小師的 去中午車行可不可以試車齁 有沒有發現有一些中午車行你們常常去看齁 他是沒有大牌的 你們如果經過一些中午車行你們往裡面看 你會發現很多是沒有大牌的上面 那大牌呢 有些是已經停死了 停死了就不用繳稅金嘛 因為他銷售期不知道多長 對不對他如果為了在銷售期的時候 不要去繳稅金 不要去負擔稅金的錢 他可能會先把車辦停死 這是一個好處 那第二個好處是他如果辦停死的話 有些客戶要試車的時候 他可能可以用一些藉口 理由 比如說車沒有大牌不方便試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啦 其實可不可以試車這件事情 在我們以前一直以來 二手車這個行業有一個不成文規定 你去看有一些老車行牆壁上還有貼著那個不成文規定 為留定金素不試車 他們就覺得說我還不知道你要不要買啊 你叫來給我試 試一試出問題怎麼辦 對不對 試完你跟我說你不買怎麼辦 我被白嫖了 同樣嘛 你要援助私學少女 8000是不是 不錯 8000我預算內喔 可以喔 可不可以試摸一下 對不對 你如果摸摸會說抱歉 我回來科魯姐 不就被白摸了 例如這樣嘛 他們會有一點這種想法嘛 所以在以前的一個銷售的方式裡面 不知道你有沒有真正的意願 購買的狀況之下呢 通常不太願意給你試車 不是啊這個也合行合理啦 因為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這個試車手 真的啊來店你試了三台車五台車 對不對 結果試完之後 我回去考慮一下 浪費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 當然站在服務業立場 我們給人家試是合理的 你開服飾店客人來穿十件衣服一件沒買走掉 你也只能跟他說謝謝光臨 只是說車單價比較高 他不是衣服 二手上會有一些抉擇在裡面 像我就會啦 我有時候我雖然是說歡迎試車 可是有時候我們真的遇到一些客人 他擺明了他就是我們不要說我們看不看得起他 他擺明了就是來挑一些 比如說他沒開過370Z 我來試370Z 試看好賽嗎 出來配一下 出去嗎油門就踩緊繃 試車踩緊繃不行嗎 你的車怕人家踩緊繃嗎 對不對你的車怕人家這個開快嗎 對不對你車是有問題嗎 我們遇到這種怎麼辦 而且安全性最主要是安全性 真的以前我們真的遇過 有時候說那種跑車impressor 而且我們還賣的算是比較平價的車 如果有一天你們想試想 我如果有一天我賣的一些比較高單價 一兩百萬的車子 那真的隨便人來都要試嗎 有些人他一輩子可能他都開不到兩百萬的車 可是他就想要你這邊開看看 會不會有這種人我跟你講還真的會有 我認真講真的會有 那我們也只能小心不然怎麼辦 其實我們基本上沒有拒絕過別人 我們基本上沒有拒絕過試車 只是希望說你開車要小心一點 那甚至我們試車要簽一個試車同意書 也就是說你試車過程中 如果這車發生任何問題 你跟人家撞到什麼 那個你要負責賠償 那真有湯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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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好險我們的客戶都還不錯 也沒有出過什麼試車出過什麼問題 所以通常有一些特殊車 冷門車比較名貴的車子 通常其實我覺得大家也要體諒就是 沒有到一定的程度 車行不願意給你試車我覺得蠻合理的 因為我賣平價的車我不怕人家試 但是你如果遇到一些真的高級車 我覺得他可能不太願意 沒有很明確了解你的購買意願 你的經濟能力之前 他不願意讓你試我覺得是蠻合情合理的 除了我剛剛講那些風險性的問題以外 今天他假設賣一台兩三百萬的車 我就試問假設你今天你想要買這台車 你真的有心想要買這台兩三百萬的車 可是他之前已經被很多人來試過了 你知道嗎只要人說給我試一下 然後就給他上路去試了 你能接受嗎 你真心的很愛一個女生你想跟他結婚了 可是之前 類似這種感覺 你也會覺得這個車感覺被很多人 短時間的測試過那種感覺很差 尤其你又是要買一台兩三百萬車的人 你當然你會更care這個東西啊 之前被人家試好玩的 搞不好你朋友都來試過了 都當過你表哥了 對不對 你受得了嗎 你買回去以後你朋友說 那台喔你買那台林寶尖尼喔 我跟妳講我之前試開過了啦 不錯啦我吹起來還不錯 我航空我另外一個朋友也去試過 你那家林寶尖尼綠色那家有沒有 那我都試過了啦 對不對類似這種感覺 你會覺得幹啊為什麼我買這車 每個人遇到我說說他開過了 我這台車到底是被多少人試過了 對不對那感覺很差啊 對不對 但我覺得我是還好 我基本上因為我賣的車也沒有單價很高 比較平價 所以能夠配合我們還是都會盡量配合 讓你們去試啦 那至於說這個看車不給試車不給試車 我覺得剛剛講的要看你的車款 冷不冷門貴不貴 那再來一個其實我覺得就是看 如果不是那種很特殊的車款 是很平價的國民車他不讓你試 那你自己就斟酌看看說 是不是換個車商試試看 交女朋友結果每個人都說你女朋友不錯這樣 那我沒有講那麼明白 我沒有講那麼明白喔 好不好 這個可不可以試車這沒有硬性的一定的規定 但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做生意是這樣 我也常常在講嘛 就是你要給人家試車你是真的有抱著很高的意願 你在給人家試啊 那我相信臉皮厚的人是少數啦 消費者會想我就是有意願我才會試嘛 我才會想試嘛 我沒開過我怎麼知道你車款好不好 對不對 對不對 站在消費的理想會這樣覺得啊 撇除掉我剛剛講那些臉皮比較厚的試車手 其實大部分人我相信你會想試車 絕大部分也都是不想麻煩別人的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既然要麻煩你讓我試車就代表 我有絕對的意願嘛 我覺得這就是互相去做生意的這樣 那我就說的啊 你去夜市啊 餐廳吃這賣多少 800說300可以嗎 哇老闆說好300買你 然後你說我回去跟老婆討論一下 老闆會想起嗎 對不對也會嘛 今天如果說我讓你出去試一圈回來 你對這台車沒有可以閒的地方 我的東西就是很棒的東西 你如果今天說我覺得開起來這個底盤有聲音耶 我覺得開起來這個 其實說實在要尿也都是可以尿 我覺得開起來沒想像中的快 也可以嘛 反正這個很難講啦 講的很難拿捏啦 一切就看買賣雙方開心就好了 基本上我們這邊試車目前是還沒有遇過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還是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看的車要試的車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 數量很少很冷門的 基本上你就是盡量找看看可以配合讓你試車的車商就好了 好啦反正這個就是這樣 試車應該是要可以啦 我是比較推崇要給人家試車啦 因為不能試誰知道你的東西能不能買 保險師啦現裝行車記錄有比外接點鹽器安全嗎 我個人是比較崇尚外接啦 因為點鹽器你給我點鹽器就是要給我用的嘛 不是嗎對不對 你給我點鹽器就是要給我用的嘛 行車記錄器點鹽器充電大部分都有保險一千萬不是嗎 那我就問你啦 行車記錄器點鹽器的充電 這個行車記錄器廠商的保險公司 他來了他會被尿你 說不是我們用這個的關係會不會呢 所以我不知道反正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大家都想把它推開嘛對不對 站在各自的立場他們有自己要守護的東西啊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立場啊 這個就是沒有人想出事啦 所以出事以後大家就是站在這個法規法律的立場 大家就是在攻防站就是這樣 保險師這個東西是這樣 有人說比如說你保險師做 插保險師做也會有保險師保護嘛 你用點鹽器 點鹽器也有點鹽器所屬的保險師嘛 可是通常有時候是這個樣子就是 但是你電線老舊也有可能在保險師燒掉之前 你電線先燒起來 在家用電也會發生 家裡不是都有Brega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電線走火 會還是會喔 因為你電線老舊啊 在Brega跳起來之前 你的電線就已經燒起來了 我之前我們以前有在幫人家 加裝點鹽器外接的 我拿新的點鹽器一插上去就燒起來了 那就是你講的便宜的對岸貨 才插下去電線就燒起來了喔 新的喔 不是有那種一分二一分三的那種 那個他們叫什麼 一拖二一拖三 是吧 我們說一拖二一拖三的那種 帶燈的 帶燈的您知道嗎 點鹽器專用充電包 一拖二一拖三 好帶燈款沒帶燈款 是不是一插下去 你他媽就燒起來了 火越燒越旺啊 全新的啊 坑爹了吧 一拖二一拖三 一拖八 一拖十八 都有的 老鐵我跟你講啊 你別的地方買 買不到這款了 保證這個插下去馬上燒起來 岩上是吧 你們你們那邊習慣 現在講岩上是吧 還是這個BBQ是吧 插了插了插了 BBQ了 好啦大家晚安啦 拜拜 下週見 來啦 手款打開LINE 0秒開機台 大家晚安